以前他就知道 世衛組織已經把台灣全面矮化了 台灣早就消失了 台灣的主權早就在馬英九手裡 不知道哪一次會議的時候就不在了 可能在楊智良時代他就已經知道了 可是是今天的密件曝光了 今天馬英九才出來裝無辜 然後講一句說我們會抗議 可是各位朋友 我們個主權消失了 我們台灣不再是一個國家了 這個時候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情 他今天的道歉可以挽回嗎 馬英九每次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的標準化一定會說 民進黨朋友們我哪裡賣台了 今天賣台的證據出來了 而他連道歉都要慢半拍 我實在是不能接受 這幾天以來 所有人的言論 我們真的是明顯的叫妖精 昨天晚上我特別看新任的新聞局長 新的發言人 楊永明 他出來講的時候 他還百般說 中國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對我們已經非常好了 那這個只是發文給其他的密件而已 給我們的牌子上面掛的 一定是中華台北 是中國台北 可是我要問的是 你掛了一個牌子說我是簡魚燕 可是發給大家的密件裡面都說 我其實是徐家欽 那我到底是誰呢 你發現給別人的都說 這個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可是只有在給你自己的牌子上 有的是部長 多數的時候還叫你某某博士 我們不是被矮化的嗎 那這真的是標準的光 這新一 所以這個今天是台灣迫切的危機 我們過去是真的把頭埋在沙子裡面 只翹出屁股來 我們就像那個鴕鳥一樣 真的以為 一度以為馬英九說 他真的用中華台北幫我們爭得很多 可是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文 要求世衛組織去發文給所有的會員國之後 今天台灣再怎麼去參加世衛組織了之後 我們的名字都被叫做中國台灣省了 那這個是台灣最嚴重的危機的時刻 其實我是呼籲國民黨的立委 或者是所有的服務外交的人士 滿久強烈的抗議是不夠的 他今天這樣是軟趴趴的抗議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更強烈的抗議 要不然我們無法挽救我們的國家主權的淪喪 今天尤其在自由時報的整個篇幅裡頭 我稍微秀給觀眾朋友看 我們等一下 這裡頭有一些是做生意的 有些是家庭主婦 我覺得他們提到真的是看起來就是一個 所謂的國家不見了 馬總統消滅中華民國 有來自於家庭主婦 有來自於大學的副教授 有物理博士 還有做生意的 他們覺得非常的感慨 我們主權是要自己去爭取的 不是別人說你不是主權 然後你不去爭取 別人已經喊出你不是一個國家 結果你也不去fight 也不去抗議 結果就默默承認 其中還有這一篇 這個家庭主婦來自於台中市民 他說刻意不作為的千秋大葉 這是來自於自由時報 今天一大篇的民意論壇 那麼我們念的這一篇 我們來看江春南 他的觀點是什麼 這是在今天的蘋果日報 江春南 世衛秘鑑揭開真相 一公好國共對一個中國有很大的共識 但是為了政治跟選舉 你不說破 我不說破 彼此或昔你 兩岸人民也可得過且過 相安無事 但是終究只包不住火 這種事一旦見了天日很難看了 中國籍的世衛秘書長陳逢富貞 他是一位難產的好鬥經驗豐富的談判專家 他用秘書處的名義發出 中國台灣的作業準則要求各國跟台灣打交道之前 都要先知會秘書處的聯絡點 有關資訊在公開之前必須事先獲得中國代表團的許可 所有台灣的資訊都必須歸類在中國之下 不得視為另外國家 這個文件每一條都在賞馬英九耳光 話說回來 難道馬英九事先不知情嗎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是中國外交部對台工作的基本立場 這個基本作業方式適用於所有國際組織 台灣堅持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以為比較有主權意涵 但中共大部分的時候均用中國台灣 就是China Taiwan 如果沒有台灣的官方在場 則是稱為中國台灣省 這種事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馬政府裝驚訝 我請教許舒服委員 馬總統只有真的 今天才知道 他一戲才驚醒說原來中國是這麼打壓 你覺得我們政府如果是這樣子 變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觀眾朋友我覺得很感慨 政府跟人民的關係就沒有了 我請問你 你要選理會嗎 你不用選 你選省長就好了 不是選省長 你選省議員就好了 我們也不用繳稅 我們也不用服兵役 我們繳稅繳給誰 如果他是我們宗主國 我繳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繳給你中華民國嗎 因為國家被馬英九總統團隊已經消滅了 不是這樣子嗎 那來實說服委員怎麼看 我想轉變是好的 至少他今天做出來比較像 一個國家嚴守必須要代表的樣子出來 就是說我必須要嚴重的抗議 假使今天 事實上成為中國台灣一省的話 那他的位子根本就不存在 沒錯 他的位子就不存在 中共沒算 人民也沒算 他的位子本身就不存在 所以他今天站出來 捍衛不是只有捍衛中華民國 捍衛2300萬 連他自己的位子都是捍衛 所以今天總統站出來 我想轉變是好 但是他還慢了一點 慢了半拍了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一味的 我以前到現在論調都一樣 中國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這是從以前到現在從來沒有變過 中國始終不承認台灣是個國家 也始終沒有變過 我舉一個例子 這兩天在成都開的兩岸經貿會議裡面 一提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是不是我們加入我們可不可以簽FTA 就ECFA完了以後可不可以簽FTA 裡面的這個中國的學者就明白的講 台灣是用一個像香港澳門模式的一個關稅區 不是用一個國家名義進去 所以它既然是個關稅區 就不能夠單獨的跟其他國家 這是他們的學者專家 我當然不能說他代表中共官方 他明白的講到這一點 那我們也有學者就直接跟他講 不是這樣子 香港好像有跟其他的國家 單獨的簽FTA 香港也是個關稅區塊 對不對 結果他們就不知道怎麼去講 所以說事實上很多事情 是我們自己要去爭取的 不然的話你看 即便這樣開兩岸的經貿會議 兩邊的學者專家 包括企業界的很多的議題 只要提到主權對不起對立 這就是在談判桌上所顯示出來的 所以我要說的時候說 今天這個主權 你不要去怪中國怎麼打壓你 而是說你如何來應應它 你要怎麼做 你必須要做的 你必須要表現出來的還是要做 今天我們講沒有錯 為2300萬人的健康著想 我們必須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因為我們才能夠取得 所有傳染疾病的一些訊息 來保障國人的安全 但是同時的 那學位請問一下 現在變成中國一省之後 我以後資料怎麼樣 對 經過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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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但是中國過去就沒有轉過來給我們過 是啊 那今天又碰到數位組織的 這個秘書長又是中國籍 你說他怎麼可能平等的對待我們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即便去抗議 我要抗議 那官方昨天的態度告訴我們說 哎呀 就長久的事實 要抗議 抗議不完 門都沒有 不是長久的事實 就說 假使這個密件 在9月份的時候 馬政府已經知道 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應 我想即便我是國民黨籍的立委 我也會譴責現在的政府 9月份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有這個密件 甚至於從我們其他邦交國裡面得資 因為他發給所有的會員國 中華民國不見了 包括我們的這些邦交國 都會有這份密件 那我們當時就要抗議 甚至於在大會裡面 就要有所動作 因為你秘書長 雖然是秘書長 但是你要發這種文的時候 沒有經過大會的同意 你秘書長是三次作主 那你這個秘書長 只是接受中方指揮的秘書長 不是聯合國體系的秘書長 那這個秘書長就要該檢討 那你也必須要把這個聲音表現出來 我是認為兩岸的關係 將來你說未來怎麼樣 沒有人敢說未來怎麼樣 是永久怎麼樣 也沒有人會講說永久怎麼樣 但目前的現況 兩岸是分治的 是事實 你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叫中華民國也是事實 在這個基礎上 你一開始大家都不願意去承認這個事實 那就沒得談了 所以我倒認為就是說 今天總統的這個 所展現出來的 是本來就應該做的 那只是時間可能慢了一點 但更要正視的是 外交部你去年九月份 到底知不知道掌握這個信息 你掌握了這個信息 是不是有沒有告知總統 假如今天告知總統 總統沒作為 那可能總統你有錯 我要明白 那你剛剛聽沈里勤的反應 他早就知道了吧 你沈里勤知道了 沒有上報給總統 那是你外交部的事 外交部的錯 你要懲處外交部了 剛剛司馬已經講了 你覺得可能嗎 所有對外的外交失誤 都要經過馬總統 沒有錯 我們可以去掌握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 我不想去忘家採測 因為我沒有 這不是揣測 不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外交失誤的慣例 譬如說 那天講說孔龍華官 總統不是明白出來告訴你說 我看報紙 早上報紙才知道 所以總統要再找漁文 神女心趕快準備當漁文 好 要扛起來 所以我是認為說 外交部你也要必須正視清楚 九月份已經發出來這個密件 他有沒有掌握到情資 或者在幾月份 你有沒有跟總統報告清楚 你沒有跟總統報告清楚 對不起 外交部你的責任 你必須擔 假使你有報告正處 那總統沒有做任何 進一步的指示 如何外交部來處理的時候 總統掌握國防外交 是你主要的大權 這個不能怪行政院的 所以總統府你在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所作為 這是外交部的問題嗎 來 家欽 我是在很替我們的許委員捏把冷汗 就是說他今天要在這邊辯護 他是很困難的 因為外交部既然早在九月 已經知道了 然後馬總統到昨天 還讓他的總統府發言人 出來說什麼 還在罵民進黨 好像這件事情都是民進黨的不對 民進黨怎麼可以把它公開來講 然後民進黨因為過去做的不夠 所以今天導致成這個樣子 很奇怪 省旅行的所有的一切言論 你注意來檢視 1972年是誰讓台灣退出聯合國的 美國當時跟英國還積極的主張說 不要用中國的名義 繼續保有台灣的席次 讓他在聯合國裡面 是國民黨讓我們退出聯合國 然後他現在反過來說 我們要特別感謝馬政府 還好有馬政府 所以我們才能夠用中華台北 繼續參加一些所謂的國際組織 WHO我說實在 他是一個很卑微 是一個基本人的健康需求的人權而已 連這個基本的人權 中國都要給你打壓到無以復加 你就知道說他對主權的在意 是高過所有一切的生命 跟人的代價的 所以今天沈呂旬的態度很清楚的 大家不要忘記 沈呂旬之所以被指定為次長 是為什麼 所以他是馬英九的同學 兩個人關係之好 不但如此 他作為外交部的次長 可以有外交部知道事情 不給總統通報的嗎 那我必須要大為吃驚說 一個總統如果過了大半年 都不知道任何事情 那這個國家 早不好早就跟人家簽密約了 搞不好ECFA也簽了什麼東西 剛剛我們林教授特別有講 去年ECFA 我現在又要問一下 馬英九到底有沒有看過ECFA內容 如果沒有簽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要不要再等民進黨的立委 再拿出來說 我沒有經過這個危機解密以後 看到的這個文件是這樣 所以我講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特別要嚴正的告訴馬英九 不是慢幾拍的問題 慢半拍也好 慢一拍也慢兩拍也好 終究是你的態度 你的態度是什麼 是站在台灣 保障台灣所有人的安全 健康的立場 同時維護國家基本的主權 還是你是永遠都覺得說 我只要在表面上 可以一時騙得過台灣人民 拿到這些樣子 你看我記得前年去年 當這個葉金川高高興興的去參加這個 WHA的大會的時候 當時我覺得 我記得我們民進黨立委特別警告 提醒說 記得中國已經有跟世衛簽了一個MOU 有關注備忘錄 而備忘錄的最根本的用意 就在於把台灣變成是中國的一部分 用中國的宗祖國把你框架住 所以未來你所有參加的所有活動 都要用這樣的模式來進行的時候 你參加一個WHA的觀察員 雖然一時得到了什麼 一個表面上的形式 但終究你得到了什麼 將來你所有的資訊 你所有的重要文件 你通通要經過中國 那對台灣來說有保障嗎 我們等一下回到現場 持續來看整個現行的發展 因為在立法院當中 其實如果說來自於世衛組織 跟中國所簽的MOU裡頭 已經明明白白在法定位置 把台灣列為中國的一省 其實這個骨牌效應 不是說現在才開始 其實早就發生了 這也是為什麼菲律賓覺得很困惑 你們明明就列為中國的一省 為什麼還來跟我argue 你現在如果想想看 菲律賓當時事件 你會覺得菲律賓的官方 事實上他所遵循的是一個 所謂的官方的文件 你可以看出 到底現在世界上有多少國家 慢慢都已經接受到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省 我們要接受是這樣子嗎 以前在李登輝時代 或者是在扁時代 其實積極要讓台灣人站起來 要讓台灣走出去 我們不惜要去抗議 不惜要去爭取 可是現在我們的國家 對於台灣被列為中國一省的部分 我們真的是不再抗議了嗎 就是悶不可聲要吞下來要去接受嗎 休息片刻繼續回到我們的討論 好 謝謝你們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